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补钙是特别深入人心的一件事 从小朋友到老年人 很多人都每天孜孜不倦的在吃钙片 但是与此同时 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仍然很高 也有人因为盲目补钙 反而发生了血管当中的钙沉积 也就是动脉硬化 还包括肾结石等等的问题 其实补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想要安全又有效 我们必须要学会科学的补钙 大家好 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冻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也是国际认证的营养师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订阅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 钙是我们熟能详的一种微量元素 那尤其对于骨骼健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补钙 首先我觉得一定要厘清 就是补钙的目的是什么 既然要补 那肯定意味着你的身体当中是缺乏钙这种元素的 才有补充的必要 其实身体也好比是一台特别特别精密的仪器 它的所有元素都是有一个互相的作用 如果说你不缺钙 盲目的去补钙 它并不是越多越好 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反效果 比如说呢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 营养充足 尤其是户外活动 日照时间充足的话 是没有必要去额外补钙的 那如果说盲目的去补钙啊 有一种说法呢 是有可能造成骨骼的过早 闭合 反而容易长不高 但是对于成年人 尤其是钙流失加快的一些人群来讲啊 骨质疏松其实是挺大的一个危害元素 有不少老年人不小心摔倒 就有可能立刻出现骨折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补钙是有必要的 而补钙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预防骨质疏松 我们的骨头当中呢 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其实并不仅仅只有钙 当我们身体缺少某种微量元素的时候 会从骨骼当中去吸取这种离子啊 那这就非常容易导致 骨质出现疏松的现象 那谁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呢 第一个一定要讲到的 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有一个表现啊 就是多尿 因为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水平 也就是血糖水平实在太高了 身体为了避免高血糖带来的一些损害 会通过尿液的形式 把这个糖分排出去 那在排出糖分的同时 其实也会排出什么 就是其他的电解质 钠甲美钙啊 都有可能因为尿多而出现 缺失失衡的现象 就很有可能导致骨质疏松 大概有50%的糖尿病患者 都有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那第二个也必须要提到的 就是更年期或者是绝经之后的女性 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啊 男性骨质疏松的比例大概在20%到25%左右 女性这个数字可能能达到一半 这其实主要是因为女性在绝经之后 对于钙的吸收和沉积的这个能力是迅速下降 我们可能吃进来了很多钙离子 但没有办法把它沉积到吸收到骨骼上 这导致女性非常容易出现骨质疏松 那第三个呢 当然就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 骨骼的健康呢 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是逐年变差的 那尤其是如果说啊 这个老年人平时日常的膳食 不爱吃肉 不爱吃海产品 很有可能他的膳食当中的钙啊 就是远远不够的 那更别提胃肠功能降低 整个身体的机能退化 会导致对钙的吸收和利用 也是大大的减少 那如果说呢 同时他还有 比如说不爱户外运动 很难晒到太阳的话 那是有极大概率缺钙 也就是极大概率会出现骨质疏松的 那当然第四个就是 不管你的年龄性别 如果说你去做了骨密度测定 这是比较准确的一种 反映骨骼健康的一种测定方式 如果说你去做了这种测定 发现自己是存在骨质疏松的问题 那有可能你也是需要去 好好补钙的这一群人 那么怎么样去科学补钙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到 补钙的目的是预防骨质疏松 科学补钙最大的一个要求 就是首先要把这个钙吸收进来 第二就是要把这个钙沉积到骨骼上 这才叫成功的补钙 有效的补钙 那么第一个从钙的来源来说 我会推荐大家去选择一些含钙的天然食物 尤其是一些动物性的食物 很多人会说有一些蔬菜 比如菠菜含有很多的钙 但其实它的吸收率大概只有5%左右 你要吃到非常多的菠菜 才有可能吸收到足够的钙 但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一些动物性来源的 比如说海产品 尤其是像虾皮像虾米这样的 富含钙质的一些食物 包括奶制品它的吸收率会更高 那第二个我们来拿到了钙之后 要确保这个钙能够沉积到骨骼上 这需要一种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就是维生素D 尤其是维生素D3 因为D2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需要经过更多的转化 转化就意味着更多的流失 有人说那这个是不是我们需要去吃很多保健品 其实不见得 为什么推荐大家晒太阳 其实人体的皮肤在阳光的直射下 就能生成大量的维生素D3 又天然又免费又有效 那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富含维生素D3的食物 比如说蛋黄 比如说三文鱼 比如说血鱼干等等 来满足日常的需求 那如果同时能够搭配另外一种也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叫维生素K2就更好了 因为维生素K2能够避免钙质进入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就是你的血管当中 如果说你没有在补钙的同时去摄入维生素D3和K2 这个钙有可能进入到你的血管当中 形成什么斑块 形成钙化的沉积 也就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硬化 甚至是堵塞 那第三个 我们补进来钙了 我们去补充了相关的维生素 其实这个时候你还需要预防一件事 就是预防这个钙流失掉 钙通过什么去流失呢 我们刚刚讲到 比如说糖尿病人 如果他的尿液过多 他很有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的失衡 电解质在我们体内是溶于水的 我们体内的水不是纯水 其实都是电解质水 那这些水分当中就包含着很多的钙 包括钠 钾 钾 这些都在水分当中 当我们排出这些水分的时候 会同时带走这些电解质 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电解质的一个平衡 才能够维持住这些重要的元素 比如说如果你低碳生酮饮食一开始 很有可能会出现水分流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会特别推荐你去补充一些电解质 那包括如果说你经常喝酒 或者说你经常大量的喝咖啡 包括茶叶当中也是含有咖啡因的 它都有可能造成你过量的排水 那排水有可能就会造成电解质失衡 所以要维持电解质平衡 你也要减少咖啡因的摄入 或者说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准内 那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要进行训练 比如说体育训练 比如说力量训练 甚至是户外的散步跑步等等 各式各样的有氧训练 哪怕是瑜伽 其实对于身体都有各式各样的益处 那对于骨骼健康这方面 运动能够帮助你吸收钙质 从而能够比较有效的去预防骨质疏松 那最后一个第五个 就是通过一些补充剂 如果你真的是缺钙非常严重 或者是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话 那你的医生或者你的营养师 可能会给你推荐一些营养补充剂 那要怎么样去选择 或者怎么样去确定自己需不需要吃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 首先如果你能够先补维生素D3K2的话 那尽量先不要补钙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的饮食当中 已经有足够的钙离子了 你只是没有把它好好的沉积到骨骼上 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要通过补充剂来补钙的话 也会建议你去补充比较小剂量的钙质片 这样呢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去规避掉风险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关于科学补钙的一些内容 如果说你家的老年人还在每天孜孜不倦的吃钙片的话 一定要把这条视频分享给他 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或者加入沙拉的生酮讨论群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